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港股股价持续走低 10月20日早盘开出69港元 跌幅5.09% 创下历史新低 阿里巴巴CEO Daniel Zhang 说公司正在追求双标准 以拥有更多严重的投资者 阿里巴巴集团8月获得港交所许可 在香港纽约申请双重主要上市 中国科技业近年受到政府监管的压力 加上又在美国爆出审计问题 面临强迫下市危机 许多中概股逃回香港 阿里巴巴港股从2020年309港元的历史高点 下滑到至今70港元左右 股价跌幅77% 市值蒸发5兆港元 腾讯8月公布第二季财报 营收人民币1340亿元 净利润人民币186亿元 首度出现当季的营收下滑 除了科技业杯监管腾讯的线上游戏业务屡次遭到政府限制 也是公司不被看好的原因之一 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脸书的分析指出香港前两大市值企业 腾讯和阿里巴巴跌到让人头皮发麻 腾讯市值从9540.57亿美元跌到3028.87亿美元 阿里巴巴从8353.6亿美元跌到剩下1959.97亿美元 香港面临人才资金外流 老谢指出恒生指数出现16389的新低 正好接近香港1997年回归当时16365的价位 香港回归25周年政治经济双双倒退 三例新闻许天为报道